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耀 我們現在打一瘋王的齋二級 那這邊帶大家用爆豪齁 這一次的二獎 那個石王的話你可以換任意牌豬啦 其實他只是來幫我就是處理 牌豬方面的問題而已 好 那其實爆豪打起來算還蠻輕鬆的齁 來 第一關我們這邊都開 我們開兩隻爆豪 齁 就是正負最長 但是不要單一爆豪開到兩次齁 然後我們就洗技能 等到他CD1的時候再進攻 那進到第二關 應該說第一關這邊洗好 等一下後面就超級好過 好 啊一樣的動作就是做三回合 因為爆豪他有一個那個 開招 每回合首次開CD會在-5的選項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是利用這樣子 一邊疊爆裂元素 然後一邊把其他技能洗到跳起來 那這邊的話等一下 一過 這一關一過 剩下就都很好過了 而且打起來其實也算還蠻輕鬆的齁 好 這邊就是再一回合 好 那等到他們CD1的時候一樣 再各開一次 然後這時候爆裂元素也來到5個了 就已經是最大值 那這邊就是全力去轉 這邊小地精而已沒事 而且其實爆豪這樣幫你轉一轉 版面也都... 欸爆豪這樣幫你炸一炸 版面也都是排好好啦 所以... 沒事 好來 接著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的話是弓前盾 那這邊你可以把一些BUFF先吹下去了齁 像火爪還有貝德 對 第5隻是貝德維爾啦 那個... 這一次圓桌前傑的新科技齁 好 那這邊我還有開那個... 切倒去做一個減傷 那這邊消到木也沒關係 好來 接著就一樣爆豪稍微去炸一下 然後不要手消到木就好了 因為他已經打過來了 現在是可以正常造成傷害的齁 好 那這邊就稍微... 疊一下 你也不用像我疊的那麼... 疊那麼多康啦 你只要不要消到木就好了 你看這個傷害都是直接灌過去的齁 尤其是你現在BUFF已經吹下去了 好來 接著是火牆拼圖 啊對 這邊也稍微說一下 上一部影片比較不好意思啦 我以為他是... 敵人屬性的拼圖 結果他是克制敵人屬性的拼圖齁 所以這邊是拼火牆進去 綠谷可以不用無視過去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就是直接去開牌珠 把那個火牆拼進去齁 那剩下就是... 不要消到木珠 這樣就可以了 對啦 所以其實我剛剛有說齁 你... 那個... 死亡 對 你要換任意牌珠其實都可以齁 那這邊其實只是幫我解決 這一關還有等一下... 王二吧 講王二大家應該比較聽得懂 就是核心打開之後 就是核心打開之後 那一條血 好來 這邊也是直接灌過去 沒有問題齁 這邊本來就是火以外弱攻 那這邊...火 整隊輸出都是火 沒有問題 來 第三關這邊手銷全木跟全暗 那這邊的話其實你可以把那個關掉 那就有... 固定數量的那個... 木跟暗齁 那這邊的話先把會破壞版面的弄一弄 然後最後再把火爪關掉 那這邊其實也是讓爆裂元素不要斷掉而已啦 有時候你會發現爆裂元素5了 然後我還再去開一次爆好了是什麼原因 因為... 你不用白不用 然後這一個隊伍技是你開招就有減CD的效果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... 善加利用這個點齁 不是說你爆裂元素5就已經不能再炸 你可以繼續去炸沒關係 好 這邊... 抱歉 木...欸 那個木沒有銷到 但是火的這一...欸 對 手銷全暗的這一隻有先帶走 他是水屬的 比較麻煩 好 啊另一隻的話你就可以再把火爪開下去 那這樣子的話要銷就比較容易了齁 好 啊一樣你可以去開個爆裂元素 好 這一隊轉起來是真的算還蠻輕鬆啦 雖然說有手電筒但至少... 不會影響到太大齁 好 這邊本來想拼滿版結果漏掉一顆齁 沒事 還是有帶走 好 這邊就來到第四關了齁 好 第四關這個的話就是爆豪 一隻開到底了 這邊首削3-7COMBO 首削指定34567 然後你有削對他就會自己扣血齁 那其他你要開下去撿一個CD都可以 你看爆豪這邊直接幫你排好3康 你就隨便動一顆 那這樣就可以直接扣掉他的血了 好 再來四康原理也是一樣 就是再把爆豪弄下去 而且你有兩隻爆豪都可以用 好 這邊要用爆豪來解這個34567就相當容易了齁 好 再來是五康 好 那五康如果比較不OK 你也可以試著把另一隻爆豪先開下去 這樣就是五康牌好好的齁 對 那比較不OK的應該是等下的六七康啦 所以可能爆豪兩隻會有一起發動的時候齁 對 但是我們就是不要單一一隻開到兩次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原則了齁 好 來這邊換成六康 六康我就開了兩隻 那這樣只要再去隨便轉一康就可以了齁 好 來這邊六康就直接轉到沒問題 好 最後是七康 那七康這邊一樣齁 就是爆豪幫你排好半面五康 那最後你再去轉兩康就好了 好 那這個兩康要轉其實也不難啦 所以不要把他想的太複雜齁 就是右半邊你只要想辦法再擠出兩康 而且因為有火爪的關係所以版面很乾淨 你一定找得出兩康的 好 來 接著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三十級盾 那這邊也不用怕 這邊完全沒有暗珠給他附虛之印記齁 所以這邊就是直接爆好每回合開一下齁 做個減CD也好 疊爆裂元素也好 因為每經過一回合都會減1爆裂元素嘛 那我們這邊就是把爆裂元素做一個補齊的動作啦 哇 這邊爆好打很快 有沒有發現 第二次就可以把他全部打掉了 好 對 那等一下死亡還有牌珠 欸 對 這邊第五關 還有一個牌珠啦齁 所以就是剛剛拼圖 然後這一關 還有等一下王關齁 好 來 這邊就把他灌過去了 完全沒有問題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是五屬強齁 那這邊就是把火爪關掉 呃 雖然可以無視啦 但是因為他這邊是近三屬 所以你要無視其實也蠻麻煩 那倒不如就是把火爪關掉 然後弄光暗珠去疊珠這樣子 比較方便齁 最後一樣 把他開下去排珠 這邊你點哪一個都可以 我自己是點加COMBO啦 做一個增傷 不然其實你點哪一個都可以齁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直接去疊珠 記得不要消到三屬齁 就是去 手消光暗 然後剩下用疊的這樣子 好 我覺得最後版面是疊的還蠻漂亮的啦 還OK OK 這樣就全部解決了齁 好 來 這邊也來到21康 隊伍技消火有加5康 再加上主動技的4康 那剩下就是 手消跟天降的部分 這邊也直接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來 接著第六關的部分 這邊你就可以把火爪再打開了 那這邊有那個 手消限制的地金 還蠻多隻的齁 那這邊先跟大家講啦 兩隻兩隻處理會比較好一點點齁 好 因為你要一次處理掉全部 這個就是你要去 用水珠疊 或者是用新珠疊 因為他這邊直接進了你4種珠子齁 好 那再來是不能消火跟不能消 木 那這邊就看你要先處理火還是木齁 木可以優先啦 因為火珠這個 要疊就比較麻煩 好 不用擔心 我們最後再去疊火珠就好了 那一樣稍微補個爆裂元素下去 就OK了 你甚至要不補也可以啦 這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好 這邊最後就是疊火珠 好 有疊到就好了齁 好 這邊還幫我天降了兩串火下來 非常好心啊 來 接著第七關 來 第七關這邊的話稍微注意齁 這邊不能手消水 然後這邊有木以外弱弓 那這邊的話一樣 就稍微用爆豪來處理一下珠子 然後把切倒的珍傷補下去齁 好 那這邊就是稍微去把水珠隔開就可以了 好 這邊傷害也是算足夠啦 所以不用擔心齁 啊 好像不是很足夠齁 因為木以外弱弓加上它又是水鼠 好 那這邊的話就一樣再去稍微炸個板 好 這邊如果你有一回合帶走 那當然是最好 沒有的話你就是跟我一樣 再處理一下板面的部分了 好 那這一回合就是比較麻煩 要稍微疊一下水珠 這個是比較 需要轉珠的部分 那剛下來 剛這樣看下來其實 轉珠的部分不多啦 好 那這邊一樣就是不要去手消到水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直接帶走齁 來 接著二血是手消多種減傷齁 那這邊如果你要全部只去消火的話也可以 來 我這邊的話就是把爆豪開下去 好 這邊我只是做一個減CD啦 好 那這樣子版面其實ok了 那我最後就是只去消火更新被減25齁 然後剩下用疊的這樣子 剩下其實也只剩木啦 所以我就稍微疊一下齁 好 來 這邊也是直接灌過去齁 這一隻是越戰越強齁 所以要注意如果沒辦法一波帶走的話 記得先跟它對魔一下下齁 魔到你技能全跳 好 來 手消全火跟全水 好 這邊因為你那個齁 有整理過版面的關係啦 所以這邊全火跟全水應該也是很好消才對 好 這邊帶走來 接著第九關這邊是手消指定7COMBO 那這個7COMBO其實也是可以靠著爆豪來輕鬆解決 只要最後有停在火焰地上就好 其實你要不停也沒關係啦 只是就是比較危險齁 好 這邊最後就是去轉7COM 好 就是再找2COM啦 右半邊再找2COM 一樣意思齁 好 來 這邊直接帶走齁 那接著就是來到王1的部分齁 王1這個是COMBO法印齁 對 另類的COMBO法印 第一 呃 核心還沒打開 就是第一條血 然後我們等下都講1血2血 1血這邊的話是要消不同種4COM齁 然後記得先全版路過變黑白 好 那這邊不同種4COM 對 我好像有失誤齁 新珠有多連1COM沒有注意到 所以就轉成5COM了 不過沒關係 這個等下都可以彌補齁 因為現在還不是核心打開階段 好 來 這邊是4COM 那4COM的話其實 呃 應該說4COM 對有開火爪的狀況來說還好 因為版面上就是4種不一樣的珠子嘛 那這邊就是各去消1就好了 好 那這邊就是因為剛剛有開爆好嘛 那這邊就是直接在額外多消1組新 那這樣子的話就4個了 不一樣的 好 來 接著是2血的部分齁 那2血是要消同一種 剛剛是不同種嘛 現在是變成同一種 那4COM的話你可以2火2星 或者是4火 1火3星 呃 1火3星 或者是1星3火都可以 好 那這邊就一樣啦 把那個會破壞版面的 先開一開 最後再用佣子齁 呃 火爪啦 火爪 對 好 然後一樣開下去排珠 好 那這邊要記得齁 就是 不能多也不能少齁 然後毒物不要累積到100 因為你累積到100 是不管你有沒有轉珠 等一下都會直接死去 好 那我這邊最後就是把它黏在一起 我本來想要小疊珠一下啦 可是後來想說算了 這樣就4COM了齁 4COM排好好 我們就不要再動它了 好 那這邊就是火星 加起來剛好4COM 最後就是傷害 一個大翼傷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齁 好啦 這邊的話就是 爆好過這個災惡集 來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撲